胰岛是人体重要的器官 它主要分泌胰岛素能够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从而使人体的血糖维持在正常的水平内 一旦出现了问题 那么血糖就会受到影响的 进而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养护胰岛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对于控制血糖和预防糖尿病都特别好的食疗产饮 可以很好的改善糖尿病的糖耐量 达到降低血糖降低血脂的作用 还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首先准备三克左右的金银花 接下来再准备三克左右的菊花 接着再准备15克黄芪 接着再准备15克绝明籽 再准备15克左右的枸杞 把这些食材洗干净之后 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 纯净水按花茶的键 煮上2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把它煮好的水倒出来杯子里 稍微晾凉就可以直接饮用 这个降糖茶我们可以全天带茶饮用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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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很远 ú 评ero認识 订阅 下来词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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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M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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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fessor 订阅 订阅 and订阅